新娘子身穿傳統中式禮服 等著她的是十八台花轎 迎親隊伍浩浩蕩蕩 南方聘禮 一籃接著一籃 場面壯觀 讓圍觀民眾看了 忍不住驚嘆 這不是衝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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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場大陸富二代的世紀婚禮 一連舉行兩天 第一天中式 第二天西式 現場震傷雲急 上海首富郭廣昌擔任主持人 連藝人都來獻唱 新郎官的父母都是商人 旗下有兩家上市公司 身價超過百億人民幣 不過沒想到 風風光光辦完婚宴之後 他們卻有點不開心 兒子疾完婚後 公司總市值嚴重縮水 再加之此次大婚花費 和股價暴跌 其父母合計損失達24億元 消息曝光之後 引發網友熱議 有人說損失24億人民幣 換算台幣108億 對這些富豪來說 也許只會心痛一秒鐘而已 記者 張惠霖報導